解如無舉報親兒之謎,是策略、明報專訊 如鵬參今年3月底上傳諷刺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短片 多德維爾藝術首次看到時指覺如極度橫皮,甚至是無禮 在全國悼念李光耀之時發布該短片,也是不好時機 但這不是犯罪稱控罪皆與個人感覺有關罪中當地有如二十人報警 如被控傷害他人宗教感情及發放為蝕蜜品 多德維爾以認為控罪皆與個人感覺有關,十分主觀 他們報案,以為是一種愛國主義或是向李表示尊重指報警時代而指道歉報案者其中一人 正是如的母親Mary陳如無感害怕,因有很多人就短片留言,說他們如何被傷害 以及如應受怎樣的懲罰多德維爾解釋,如無報案是一種策略 代表而指向全國道歉多德維爾說 我不建議破壞新加坡的國際形象,如被橫納壓如五十日已是非常苛刻 保釋條件亦荒謬,當局容許他上網 但不能留言,那怎算使用 結果如一度違反條件,更從身上載短片他不覺得自己做錯或犯罪 他想告訴別人,我沒有投降多德維爾補充,公平點來說,法官讓他選擇緩刑 但他拒絕因他不喜歡跟從任何規則,不想向任何人報道